当下最热门的话题就是预测下一次金融危机是什么时候到来 经济周期的拐点通常都是由某种资产的价格泡沫戳破引发的 上一次是美国的次级房地产按揭 上上次是DOTCOM公司的股价 亚洲金融危机出现在东南亚的股市和货币上 日本的危机是房地产 大家之所以弄不准下一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 是因为没有人知道引爆点会是什么 从忍者非常个人的听力来说 也就是看看我自己的朋友圈也会有自己的解读 我2012年初搬到北京 发现身边的朋友同事逐渐脱离和传统企业的雇佣关系 不少人拿到了风险投资开始创业 然后把之前的同事都挖来一起工作 还留在传统企业里 而又不甘心的同事干脆进了风投圈当投资人 最后把钱投给了剩下来的那部分人 这里插一句话 其实最后拿到风投钱的人对比先拿到的那些 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更年轻一些 本事说不定还大点 反正这五年 我的朋友圈是被创业公司和投资人占据了 恭喜谁拿到了A轮5000万 B轮三个亿 以前清一色吃饭自拍的朋友圈 也逐渐出现了上市敲钟自拍的 或者是在纽约时代广场投个大屏幕广告自拍的 不过大约一年前 这类朋友圈戛然而止了 或许是我把他们的信息都屏蔽了 或许是创业圈真的进入了寒冬 风投基金和他们支持的创业公司 与债券、股市、房地产或者货币 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 他们的价值是私密的 也就是说 没有哪个财经网站会通报他们的投资市值 亏钱了是不会披露给任何人的 一个基金的淡出或者倒掉 不会引发银行的挤兑或债务危机 受伤的往往是一些超高净值投资人 他们自然是不会去拉横幅的 其实基金只是中介 真正不灵光的是他们过去几年跟风投资的项目 这些公司十块钱的商品一块钱卖 把投资人的钱烧完了 终于不得不承认数据都是按行规造假来的 但是在他们相继转型 财源倒闭之后 经济产出、国民收入、消费的降级 都会逐渐在宏观经济数字中体现出来 假如创业公司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那个经济危机的引爆点 从我的朋友圈看 它已经爆破了 只不过不是像雷曼兄弟那样的炸弹 而是像香槟酒里的气泡一样 很多、很小、很醉人